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 成语啊 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吧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真正的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当然 虽然说现在呢 疫情比较严重 但是呢 我们在家里啊 也不要忘记写字 对吧 在家里呢 给咱们中国加油的同时 哎 有点空闲的时间 写下字 念念 正好这个时间呀 就把我们这个 之前非常忙碌的各种聚会呀 各种应酬呀 冲掉了 我们就用这现在的时间 来念一下字 哎 就让自己的这个水平呀 肯定能够提高到一个程度 我在这个群里面 也是看到同学们每天都在念 哎 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的这种高兴嘛 很明显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作业 是教的是非常的多 比方说 我给 我那个软笔的课程 我已经讲到二十 五节课了 还有四 还有五节课就该结束了 但是我在点评作业的时候呀 还能看到同学们 才教 才教到第七八节课 哎呦 我一看 同学们在家 这肯定是没闲着 那么没闲着的 这种最终的直接目的 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字 能够提升一个水平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咱们也就正式开始咱们的硬笔课程吧 对吧 你像咱们当同学们在写软笔写的烦的时候 写的这个手累的时候 哎 拿起我们的硬笔来 稍微写两张纸 还是非常好的 画面不出来了 画面马上它就出来 看到了吧 咱们的课程导学部分 咱们今天啊 就要开始学习这个右偏旁了 右偏旁呢 基本上同学们能够发现 右偏旁 在如果说在一个字当中 它作为右偏旁来讲的话 它的伸展比划较多 对吧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所要学习的 你看 这个金字旁 这个利刀旁 还有粒子旁 还有范围旁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个右偏旁和左偏旁 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 这个右偏旁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笔画当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 嗯 断了吗 同学们 现在这个有没有画面呀 是能的 是只能够听到声音 看不到画面 还是说 怎么回事 现在能看到吗 也能够听到声音 对吧 哦 你看看你这个 弄的这个 我惊吓了一身冷汗 可以哈 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讲了 好吗 没有问题吧 同学们 好 一切正常啊 我就开始讲了 这个右偏旁 相对于左偏旁来讲 右偏旁在一个字当中啊 经常会 位置比较高 然后是这个 伸展笔画较多 所以呢 我们左右来看的话 当你去准备一个右偏旁的时候 你要注意左边的部分啊 要稍微的收缩一点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重难点 就是说 你要找到它的位置 和找到它的一个大小 好吧 我现在把这个界面 咱们切到这个 实操界面上来了啊 好了 切到实操界面上来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同学们 能看到吗 你看我的手啊 我的手在这 我的鼻在这 没有问题 我就开始写字了 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了啊 我在哪个微信群 我在我那个 豆包塔碑的群里面啊 好 我现在开始 咱们首先学习 第一个偏旁啊 是这个金字旁 金字旁 同学们 你们来回想一下 这个金字旁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 我们讲 它叫一个旋称术 所以 它要注意 左边的部分 要极度的缩小 首先呢 我再写一个 这个金字旁啊 看一下啊 我尽量 离得远一点 这样 可以了 撇 稍微的直一点 对吧 再来一个什么 竖撇 竖撇 撇出来 再来一个横 右上倾斜一点 撇一笔 收一下 再来一个树 那 这是一个什么呀 玄珍树 好吧 这是一个金字旁 再来写两个 在 没有在老家呀 我在这个 自己的家里 撇 看到了吗 再来一个 右上倾斜一点 要横 注意啊 要收笔 一个玄珍树下来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金字旁的书写啊 再来一遍 两个撇 要注意同学们啊 它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断笔 撇出去 直一点 然后再来一个竖撇 再来一个竖撇 再来一个横 再来一个竖 是吧 所以说同学们注意 这个撇直 这个撇是一个竖撇 我们同学们应该能明白 这两个笔画的一个区别 对吧 还是比较明显的 撇 竖撇 右上倾斜的横 旋真数 旋真数是一定落在中心线上的 明白了吗 撇 竖撇 右上倾斜的横 下来一个竖 同学们注意啊 这个竖一定把它给展现出来的这个 这个写了有点斜了 一定展现出来它的这个起比重 收比轻展现出这个尖了 明白了吗 下面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金字房 咱们需要注意的几点 好吧 怎么看老师拿硬笔这么怪的呢 拿笔啊 拿笔咱们讲过吗 这样呢 对吧 你可能觉得什么 这个笔比较大 对吧 这个这个就是你在这个界面里边呢 一张一看全是手和笔了 所以你可能感觉有点奇怪 对吧 但是同学们呢 这点要理解一下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吧 咱们现在同学们 不是同学们 咱们我们老师啊 都在都在家里给大家直播了 所以呢 这个镜头上相对于公司里的那种大镜头啊 嗯 怎么讲 可能咱们的镜头 我的镜头稍微的便宜一点啊 所以可能我用了手机的镜头啊 这点同学们要怎么讲 稍微理解一下吧 好吗 首先啊 再看一下这个金字房 你看第一个撇 稍微的怎么样 稍微的直一点 撇 竖撇 你看这个竖撇是很明显的 再来一个横 那右上倾斜 就跟竖笔 对吧 我刚才写这个竖 这个竖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一定放在它的中心上 写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金字笔 看 我们第一点 同学们要注意啊 就是咱们写 竖的位置 看到了吗 竖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在中心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同学们如果这个竖 你会有一个常规思维 什么思维啊 就是我写一个撇 竖撇 右上倾斜的很好了 你很容易把这个竖的位置放到右边去 对吧 这样的 那么这地方就宽了 如果你要写一个独体字 金的话 这样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整体来说 它是这个左右的这种间距啊 放了小一点 中间放了空一点 这样会能够立得住 但是它作为一个偏旁来讲的话 同学们注意 如果你这样写 那肯定这个字是胖的 所以要注意了啊 你看 放在你的中心上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要做到 横 右上的伸展 竖 往下的伸展 同学们 这点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要把这个片方写胖了 要注意这个竖的位置 第二点 右上取势 什么是右上取势呀 一定要注意 你的这个撇和你的横 是往右上倾斜的 明白了吗 同学们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啊 你第一个撇 断笔 撇下来 它是有斜度的 对吧 那么这个斜度 下来之后 你把横写得非常的平 写个书下来 那么这样来看 这个金字旁怎么样呀 分散点太多 是吧 你往右上走的一个笔画 还有垂直直出去的一个笔画 还有往下走的一个笔画 那么这三个方向 这个字它不稳 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所以啊 你要适当着顺着你的第一个 往右上走一点 把这个横也要往右上去一点 是吧 咱们在之前给大家也讲过 说一个字它要去追求一个形态 那么这个形态怎么展现呢 横平数值大家都能会 那么你需要在一个横平数值的基础上 把这个字的形态给它变化多一点 就是说右上 哎 走一点 取下是 看到没有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啊 第二点 好吧 第三点 需要注意怎么样 当我们 把它作为一个偏方来说的时候 同学们注意啊 左右一定要间距收紧一点 左右间距收紧 是吧 一会咱们写这个例子的时候 同学们也会看到 它在这个很多字当中 一定是有一个穿插的 一定是有一个穿插的 对吧 它如果没有穿插的话 那么就是左边一个部分 右边一个部分 那么 这个竖片 同学们看一下啊 看 从这里过来 到你的竖片没有穿插 这个间距就是拉大一个字的 这个最明显的地方 所以啊 左右间距要收紧 然后呢 这个竖片 可以和你左边的部分 有一个穿插 或者是相互的重叠 好吧 这是咱们一个金字旁 在你书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三点 下面呢 咱们再来写个字看一下啊 写下这个听字 当然这个听字呢 也可以把它看作成什么呀 一个这个口字吧 都可以 好 咱们一起来写一下 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口 哎呦 这样站着这个界面有点大 听到同学们啊 注意这个 我的这个 你的注意点啊 一定在这 不要看我的手了 好吧 不要看我的手了 你看 往里收了一个小竖 再往里收 对吧 撇 稍微直一点 竖撇 注意这个间距 对顶去 对吧 再来一个 右上的横 再来一个竖 竖的下来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这个听字 再来一遍啊 这个竖片写的有点短了 这个竖 再来一遍 那这是一个听字 是吧 这个有点这个 属实上有点弯度太大了 这个就可以了 注意 左边口字的位置 不要放在中间 看到了吗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讲 咱们先来写上几遍 看一下啊 那 有点清晰 竖 下来就可以了 是吧 下面呢 咱们正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听字 在这再写一遍啊 一会儿咱们再写两遍就可以了 口往里收第一个竖 第二个横 断笔 再往里收 再来一个撇 再来一个撇 竖撇 右上倾斜的横 断笔 竖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听字的写法 咱们首先注意第一点 同学们 第一点是要注意这个口的大小 口的大小 以及它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在这个 在你之前的这种想法当中去书写这个字的时候啊 是这样写的 你们看一下 对吧 很容易把这个口放在它的一个中间上 那么你要适当的把你的口的位置啊 往上提点 放在它的中上方 当你把这个口放在它的中上方的时候 毫无疑问 它的下部空间会随之变大 然后你再把这个书写下来 这个字就没有问题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口的大小啊 不要太大 往里收 再往里收 对吧 它这种形态啊 注意不要不敢落笔啊 一定要往里收进去 因为你写的时候 很多就往里收 再往里收 再往里收 有点舍不得 看了吗 就这样了 往里收了 你看看 收了太小 收了太小 明白我的意思吧 放开胆子 别舍不得 自己的笔 自己的指 自己的手 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对不对 第二点啊 就咱们讲过了这个穿插了 你的这个竖片 与左边 与左边 稍近一点 是吧 稍近一点 为什么啊 因为你在这个 间距的把握上 同学们看一下啊 你看 这个间距 咱再写个相对于这样的间距 你看到没有 你只要稍微近这么一点点 这个字就不会分家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是咱们写这个竖片的时候 和左边的口啊 离得稍微近一点 第三点 就是竖的伸展了 就是竖的伸展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的这个竖啊 同学们 千万有 竖比 重起 竖下来 对吧 重起 竖下来 一定要去把这个 签 把这个重 给它展现出来 很多人你在写的时候 这样的 竖比一下来就 你看就让一甩就出来了 千万不要甩出来 然后是怎么样 你看 没有这个收笔啊 这咱们同学们需要注意的 好吧 这三点呢 就是咱们在写这个听字时候 需要注意的 明白了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字通过这讲 讲解完之后 咱们再写一遍 没有看明白 同学们在说的啥 睡觉前弄 是什么 什么意思 鼠片军 你的这个童感 是说点评作业的事吗 这你现在 我现在看同学们 有点跟不上趟了 我就不知道 现在说了啥了 你们都在 好 咱们现在通过 刚刚讲的这三点啊 再把这个字写一遍 看一下啊 你看把这个数 一定要怎么样 展现出这种重和轻 收笔一定要收好 收下来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重轻啊 展现非常好 可以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行了 下面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镜 这个不是这个镜 这个 利刀跑 咱们再看利刀跑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叫什么 这个 灵飞金啊 作为你的这个第一灵铁 当然你也可以做任何一个铁都可以啊 凯书里面的 好吧 但是呢 像写完这个啊 你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书 懂得一个取舍 什么叫取舍啊 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再去写这个古铁的时候 你问老师他这个转折是怎么转出来的 有时候软笔达到东西 咱们硬笔有可能达不到 这点你要懂得一个这种取舍啊 一会儿再去讲这个问题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树钩旁 这个树钩 这个树 这个利刀旁 利刀旁上面注意啊 不要写胖 不要写胖 第二点需要注意你的这个钩啊 一定要挺直 不要写来太弯曲 断笔 下来 出钩 这个背啊 给它稍微直一点 是吧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是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树下来没有问题 它比较短 写的比较直 你写一个弯钩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 顺带着哎就这样了 就看到没有 就出来了 这个就不行了 这就不行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啊 一定要把这个树个味 挺直腰 这个地方挺直腰 啊 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绿洲同学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不一样 啊 你们你们这样随时说就行 我这看到之后呢 插个空就给同学们解答了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道 第一点 切记啊 不一过胖 不一过胖 为什么呢 它就一它就咱们说很简单来讲的话 它就是几个树 它就是两个树吧 咱把这个勾线去掉啊 就两个树 我怎么样去把握它的一个坚决啊 可能不太会把握 所以同学们 你们在写完左边的时候注意 当你写完左边的时候呢 你不这个坚决 你看你比方这边有一个字 哎 这个坚决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不是它的坚决吗 对吧 这不是它的坚决吗 基本上一致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不要刻意的把这个拉大 拉宽 第二点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树 小短树 略微向上一点 什么意思 看 很容易在写这个立刀旁的时候 很容易把这个小短树放在中间 对不对 觉得这个放在中间比较均匀一些 就 一个小短树 一个树 下来 出钩 因为下边有一个钩 所以即使你的小短树放在中间位置上了 会因为下部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这个钩 感觉你的这个小短树太往下了 所以啊 你在写这个小树的时候 那 给它稍微往上一点 均匀出下面的这个小空来 看到了吗 均匀出这个小空来就可以了 稍微往上一点 是吧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第三点 当你在写这个 整个相关生字的时候 相关立字的时候 遇到跌刀旁 注意啊 这个树钩的落点一定不要太高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 树钩沉底 树钩沉底 什么意思啊 你比方说咱们写的这个别 写的这个流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流 流很明显 写别的话 那 到这 注意 看看它的最下边落位 在这 好了 一定把你的这个树钩 沉底 一定沉底 不要把它写的往上走 明白了吗 其他字也要描 咱们写这个倒也是 看到吗 现在是右边了啊 好了到这 看最底 看最底点 好到这 一定要把这个树钩 沉底 定一下 这个字就没有问题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是咱们这个立刀 相关生字需要注意的 下面呢 咱们把这个别字写一下 硬笔写好 您飞行不一定写好 我没有说过硬笔写好 您飞行就能写好呀 肯定的 对吧 你现在你用你例书 曹选 别人说例书 你多保塔碑 在这个写完了 对不对 写好了也 它能用到硬笔上吗 不见得 不见得 其实你学习的这种东西 只是 找一个解体吧 找一个这个穿插的这种位置关系吧 你不会说是 你学好一个软笔 就会写好一个硬笔 因为上一课我给大家讲过这个 举过例子了啊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吧 都一样你写好硬笔不见得一定能写好软笔 口要小 那又上倾斜 对吧 撇 往上一点小树 沉底 看到没有 出钩 就可以了 这个小树有点写得太大 再小点最好 你看这个口子 注意这个形态 再来一个横 断笔 折下来 出钩 撇 是吧 这不这个间距就出来了吗 出钩 沉底出钩 再来一遍啊 挺着腰板出钩 这是一个别字的写法 好吧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别字需要注意的几点 很多同学有个误区是啥 老师 我觉得这个写钢笔吧 用零飞经最好 为什么 因为零飞经字小 小凯 对不对 其实啊 同学们 你看那个 叫什么 那个 自称 现代凯术第一人的那位大家啊 那位大家 他是通过OT 出钾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 硬笔大家 他从来没有说通过这个掩体出钾的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掩体这种圆润度你看举个例子啊 过来之后 按笔 转过来 出钩 再往里收 横要轻 输要中 跟过来 是吧 这种圆润度 其实你在这种硬笔输写的过程当中 用的很少 所以呢 不如简单一点 就用 简简单单的这种线条 哎 直 直脚杆 用脚杆出来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同学们 还是要用这种 比较简单去容易展现的这种骨铁去书写 凌飞写没有任何问题 OT也完全可以 对吧 你像我这个之前写的这个张悬木质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 他是这样写的 同样的这个铁字 你看 不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呀 这个张悬木质 一般都是小大头啊 都盖住它 都盖住它 是吧 然后它的对比怎么对呢 按笔按往底收一点再出来 这样的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是一个叫张悬木质啊 张悬木质的一种解体 所以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骨铁去写啊 但是不代表你这个用硬笔写好之后 你的这个原笔一定好 好吧 这个这个观点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啊 好 给同学们又带跑篇了 当然啊 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听这类的知识 全当然给大家讲一讲 是吧 喜欢听的话 咱们就再讲 不喜欢听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耽误咱们的课程进行 没有关系啊 写这个别字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点 左放 右收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你写这个令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 咱们举个例子一看就明白了 咱们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这种什么呀 独体字去书写的时候 按笔 下来 出来一个 对吧 所以你会知道什么呀 这个地方 凸出来一块 同样 这地方也凸出来一块 这是作为一个 独体字书写的时候 是吧 当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上下结构 都可以啊 但是呢 你在写这个别字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了 右边收紧 断笔 出来 你左边可以放开 但是你右边要收紧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是作为一个中间 要给它留住这种空间的一个体现了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左方右紧 左方右收 也可以 左方右收也可以 第二点 注意间距 左右间距 对吧 你看 一二千距 是吧 这不就告诉你 我刚刚在想这个 一刀旁说告诉你 不要显胖了吗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区别 看出来了吗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片不一锅长 这个片收得住 撇画收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 很容易怎么样 这边也收住了 对吧 撇出去很多 而且弯度较大 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一下 首先你的横折钩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弯度了 你再写一个撇 还有这样一个弯度 这个字啊 就有点怎么样 挺不住了 所以呢 你在写这个撇的时候啊 收住之后呢 稍微怎么样 挺一点 哎 硬一点 横 顿笔 折过来 到这 哎 稍微直一点 平一点 这地方给它收得住 再去写这个右边一刀牌 就可以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这是咱们这个笔字 需要注意的三点 好吧 下面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再来写那边啊 再来写那边 巩固一下 哎呦 动了摄像头了 小口啊 注意这个形态 红 收住 撇 收住 沉底出够 看到了吗 出够 这是一个别的书写 好吧 下面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栗子旁的书写 好吗 我现在来写几个啊 横 右上倾斜一点 顿笔 折下来 出勾 撇 这个撇同学们收着也要注意一点 不要让它扩出去太多 横 顿笔 折 勾 勾 勾到中间来 再来一个撇 是吧 当然啊 咱们要因字而已 你看我这个就写的比较怎么样 来往下稍微挺一点 这个就往里收着紧一点 咱们要因字而已 一会我在讲字的时候给大家再说 横 顿笔 下来出勾 撇出去 是吧 这个逆啊 权当一个怎么样 独体词你去书写 就可以 撇 出勾 撇 你看 就可以了 左边的这个撇呢 不要太过于张扬啊 因为这个整体呢 还得看红折勾的 在写的时候容易放飞自我 一放飞自我 把这个撇一下就撇出去了 这样就不行了 明白了吧 下面啊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破红尘了 再说一遍吧 我好期待呢 米星剑同学说的是什么 哪位看破红尘啊 你颜值太高 我都经验得达不上来了 撇 这是一个例子堂 我这个放音乐的时候 用小爱同学给大家放着音乐 所以呢 它刚刚交了一个话 我得把它关掉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第一点 烘热锅的空间 有同学们 有同学会说老师这什么意思 还有这空间 什么空间 给他们做一个示范啊 看 这是很多同学经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 哪一个空间更加从容一些呢 这个空间 对不对 你这空间往里收得太厉害了 所以啊 你要以为 你要以为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片 横折过来的时候啊 先往下走一点 这个要再去下来 再出去 再出口 把这个空间给它展现出来 而不是 横 对你 直接就下去 是吧 这咱们同学也很多年 形成的一个书写习惯 就是你脑子里已经固定了 哎 我写横折 我就直接就折过去 我从来不想很多 这一点 同学们 你们要改变一下 明白了吗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点 第二点 简单写三个字 叫 起 对 收 谁的起 撇的起 谁的收 勾的收 你看 折下来 来到这 对不对 撇 撇下来 这就是一个什么 起对收 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要写跑偏了 这样的 你什么也不管就这样了 肯定就胖了 对吧 什么也不管就这样了 你看 这样的 这都不行 这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这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第三点 撇要稍微收一点 撇稍收 看到了吗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三点 这咱们需要注意的三点 就是这个片刚刚给大家写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了 不要扩的太厉害 不要直接上来甩出去 是吧 稍微的怎么样 害羞一点 内敛一点 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三点 明白了吗 下面呢 咱们把这个镜子写一下 不是我的猫 这个猫的会说话 它能上天 它又会说话 对吧 先来写一下 同学们看一下 看 这个红折撇 收得紧一点 收得紧一点 然后再来一个底 你看 右边收住 是吧 右边收住 提 撇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个镜子 它可以有一个穿插 可以有个穿插 出一个撇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它整体的这个字式 看到没有 都是靠右上走的 那么我需要谁 需要最后一个这个 勾 把它给压回来 明白了吗 为什么这个字 要右上倾斜 静呀 它这个劲 它得出来 对不对 现在咱们一起 看一下这个字的一个解体 你看 落点落到最低 再一个撇稍微收一点 是吧 左右可以有一个穿插 在这个位置上 交接上 就可以了 这个字需要注意低点 左侧的斜式 一定要明显 左侧斜式要明显 为什么呀 你在写第一笔 同学们 在写第一笔的时候 你看 横就已经又上倾斜了 如果你一旦把这第一笔 就写得非常平了 再折下来 那么这个字毫无疑问 我可以断 别说可以断定 我就直接猜测掉 你这个字 它写不起来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头 已经决定了你这个字了 所以你在写第一笔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好吧 横折上去之后 撇 这个角稍微小一点 不要再说 横 哎呀 直接撇 撇一下 你这个撇是往这里的弧度 那么毫无疑问 它会这个空间 是会增大的 所以呢 横 右上倾斜 折下来 角度要小 稍微直一点 撇出来 这个角度 它不就小了吗 对吧 这个角度一旦大了之后 你看你下边的空间 对吧 很容易就提大 要注意了啊 所以说第一点 第一笔啊 右上的鞋是就要明显了 是吧 然后你看你下边这个公字 横 竖 提 这个提毫无疑问 它又是往上走的 所以左侧的写实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怎么样 很明显啊 在你写左侧的时候 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啊 还没有这个意犹未尽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横折撇下来 横折 撇下来 点 你看 这边就伸展出去了 哎 这边伸展出去就感觉 右边也应该对称的伸展出去 结果它没有 它收的比较紧 收住它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 再跟着你上去 走 下来 又一个提 由中到清 还是有未尽的感觉 对吧 所以要注意啊 首先左侧的这个写是第二个 你看 咱们写完这个之后啊 要包括怎么样 要基本的达到一致 明白吗 要基本达到一致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前两点 第三点 栗子旁 落点 一定是把这个字给它拉回来 就我给你画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同学们你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了啊 这个勾一定要到达位置之后 再把这个勾出来 而不是觉得差不多了 就出个勾 明白了吗 声音不流畅吗 同学们声音不流畅吗 这个硬币转折的问题 我一会儿写完 咱们学完之后再给你解答 好吗 咱们再来写 两遍 把这个字啊 可能有延迟啊 同学们 应该是有延迟的 就从我这说完再到你那 应该得延迟点时间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不流畅 应该是你的网速的有问题 应该是 踢上去 看落点落低 撇下来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落点一定把它这个字给它拉回来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镜子的书写 好吧 下面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围旁啊 反围旁 反围旁 同学们 因为遇到了太多了 一定要注意 撇合那 一定要打开 人家那个字式 给它开合打开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纳出去 竖撇 让它出来一个纳 就把这个纳 让它纳出去 一定要去展现 它的这个伸展 那就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反围的书写 好吧 下面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反围啊 需要注意的 撇 又上倾斜的横 竖撇 弄出去 就可以了 好吧 嗯 这是一个反围旁 第一点 我们需要注意 撇纳 打开 纳 一定要去伸展 当这个纳的最后一笔 没有被改成这个反点的时候 它一定要伸展出去 如果不伸展的话 这个词是相当的难看 那它只要不这样 这个就 看到了吗 一定是要伸展出去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第二点 中间 中间收紧 什么意思 撇 横 收撇 你看同学们啊 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的间距 一定要收得紧一些 对吧 如果说 如果说一旦你也是这个 不管 不管 这就撇 那它不就胖了吗 我们这个反而需要大家去展现的是一个 瘦 高 不是让你去展现它的一个胖 所以啊 你在写第二个撇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了 和你左边收得紧一点 那么左边收紧之后 是吧 只看这个天空 这个地方不就任你翱翔了吗 这不伸展出去了吗 对吧 这点应该能明白了吧 第三点就是两个撇一定是形态不同的 两个形态不同 第一个撇稍微直一点 看到没有 第二撇是个书品 嗯 而不是怎么样 同学们 你在写的时候很容易就 都是一样的 要注意相同笔划要去变化 明白了吗 这是咱们写反而时候需要注意的三点 下面呢 咱们把这个正字写一下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正字啊 这个正字呢 和咱们这个叫 上个写的近 最后一笔都是一个题 对不对 能不能够联想到 或者说对比出一点这个知识点来呀 能不能够相似的一个学习呀 都是一个题 对吧 对吧 这是一个正字 再来一遍 提上去 纳出来 纳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一个正字的书信 所以同学们你们能看到啊 它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输的还是比较紧 对吧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想胖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正字需要注意的 倾斜 主要就是这个倾斜 提上去 对吧 这个倾斜都不就打上去了吗 中间收得紧一点 再把你这个纳上伸展出来 就可以了 这是个正字啊 正字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中宫是收紧的 中宫是收紧的 就这个地方 你能发现 会刻意的紧一些 然后 你的这些地方再去伸展 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如果想胖了 就会这个样 你看啊 拉得比较紧 这个是不可以的 是吧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 斜式保持一致 斜式保持一致 就是说你在写完第一笔啊 同学们 第一笔横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写实度 对吧 你看 全都是往这走的 好了 同学们 你在写反文的时候 同样这个横也是跟它的这种 写实度是保持一致的呀 再来一个数 片 再来一个那 看到没有 所以啊 你看 当你的所有笔画都往右上走的情况下 最后一笔踏踏实实的 将那角 将提案都展现出来 你没发现这个字 它还是非常优美的吗 对吧 有起 有收 有高 有低 这样的这种 自视 包括过程 才是完美的过程 它不是平平淡淡的 是吧 而且你想一下 老师我把最后一笔收得比较紧 我只留上它这个往右上扬 那么你光起了 一直处在一个上坡的过程当中 很累 哎 到最后的时候 一笔啊 和那瀑布的时候 一下下来 大开大合知识就展现出来了 你忘了吗 第三点 左边的正字 左边的正字较小 而且注意啊 反文 出头 什么意思呢 你写完昨天的正字之后 稍微小一点 不要太大 你不要这样上来 就上来 就把这个正字拉得这么大 你再写这个反文 你看 是吧 不要这样 明白我意思吧 正字 稍微的啊 小一点 对吧 把你的这个反文第一笔出头 把它头给它挺起来 再来一个横 右上倾斜的横 书皮 那 拿出来 这样 才是一个有 张 有持 有这个功 不是 有高 有低 有起 有落了一个正 这个字的这个形态 才可以 去展现 明白了吗 这三点啊 就是咱们在写这个正字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行吧 下面咱们再来把这两个字写一遍 首先呢 先把这个正字写的稍微小一点 嗯 右上倾斜 再倾斜 踢上去 对吧 稍微小一点啊 而且它的落点啊 不要让它太高 一定注意 嗯 你的这个撇是要出头的 再来一个横 跟着你上去 右上倾斜 再来一个竖撇 撇下来 那让它伸展出去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所以同学们 你们看这整个字 除了说咱们这个钠 把你把这个钠 想象当中 把这个钠抹除 把它去掉 你看这个字 是不是右上倾斜度 非常明显 对吧 再来一遍啊 卡顿 同学们都很卡吗 一个横 右上倾斜 第一笔是非常关键的一笔 也就是说和我们 经常给人的这种低印象 非常重要一样 对吧 横 跟上去 同学们都很卡吗 提上去 你这个太吓人了 你这突然间一个卡 那中间收紧一点 再来一个那 让给它伸展出去 就可以了 是吧 就是这个正字 就是咱们要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几点 好吧 嗯 然后给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问题啊 首先是刚刚咱们 嗯 这个提到的 横折钩的问题 硬笔转折没有提 按 回啊 这个肯定是之前的课没有听 那咱们其他同学告诉他吧 就是说有没有提按回啊 咱们之前讲这个横折钩的时候 是给大家讲到过的 对吧 给大家讲到过的 怎么走啊 横 哎 对比对吧 对比就从中间 那再下来 肯定是有提按回的 是吧 提 按笔 从这中间这个地方啊 提上去按笔 这下来 看到没有 啊 这个提按回啊 你肯定是没好好听 是吧 应该是没好好听 这个问题啊 我感觉一下暴露了啊 把自己这个 当初没有认真听的这个 这个事 这个事件吧 暴露出来了 你可以再看看咱们的回放 是吧 当初呢 咱们都给大家教过了 从哪里转折转回来 明白了吗 同学们可以接下图了 好了 同学们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等大家一会儿啊 同学们 怎么样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等会儿啊 看这个 竖匹在横的中间起比 还是略靠 左 是反文旁吗 反文旁吗 这个 V ZYYM同学啊 说这个竖匹是在横的中间起比 还是略靠左 是反文旁吗 是在横的略靠左啊 它在横化 它不在这个横的中间 它不在这个横的中间 它在这个横的略靠左一点 甚至于快要接近于你第一个撇的起比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它不是在这个 它不是在这个横的这个 中间起比的 看到没有 啊 明白明白 没有问题了 动 动怎么布局啊 动 其实动和这个进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进左边这个地方 稍微高一点 动它就一个云 其实就是两个间距 首先是两个横之间的间距 然后下面撇堤的那个这个间距 这个间距把握均匀之后 保证一个右上的曲式 然后你再去把这个粒子房给它写上了 就可以了 动字 其实这动字应该比镜子更加好写一点 对吧 动字就是右边的粒一定是上出头下出头 中间的云放在中间的位置上 明白了吗 给大家弄得亮一点 这样截图好看 对吧 今天课结束了 好快 对 我跟说时间经不起咱们的折腾 其实你在讲 在说话 在投入 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时间是过得最快的 如果你这听了听睡着了 包括你听了听了 心不在焉了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当你真正融入进去 时间和你本人融入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过得最快的时候 动呀 你主要是说什么呀 把这个位置关系找好之后 其实同学们 现在的咱们所有同学 其实你写的这个笔画呀 其实我感觉已经很好了 只不过呢 就是一个位置 就是说你每一个笔画 应该落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可能还会有一点奇异 明白了吗 我想起来 静静同学你说的这个 点评作业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静静同学你还在吗 你好 你说这个点评作业说笔画有误是什么意思 硬币能够写出韵味呢 能 同学们啊 这个韵味你也不要着急 为什么呀 你看当你每一个字单独拿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 嗯 这个字写的还挺好看的 这个字写的结构还挺好的 但是当你把每一个字放到一个整体上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可能有时候风格不大 对吧 所以什么叫韵味啊 就是说你整体的这个作品的布局章法能够形成一致性 形成一致性 形成协调性 这个味就出来了 它不会单独就会放 因为老师我写一个笔画能够写出味来吗 韵味来吗 不见得 不见得 是吧 你只有说当整体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出来 其实咱们书法的这个博大精深啊 不论是单字还是多字还是整篇 它都有味道 明白了吗 这个坚持同学啊 有回放吗 当然有回放了 肯定的有啊 咱这可是正大点的正式课 对吧 好嘞 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静静同学也不在了 你看了吗 可能又走了 可能又去忙了 再等大家一会吧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这几个就先讲到这 行吗 等大家一会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 或者说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可能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 是吧 硬币也是轻重变化 对 硬币有轻重变化 当你用那种1.0 甚至1.5毫米的签字笔的时候 那种轻重变化是更明显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好了 同学们 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人家小同学都去写作业了 那我们这节课也有讲到这吧 行吗 咱们在课下多练习一下 因为 好长时间没上了 好长时间没上了啊 好了 同学们 咱们这个课言讲到这 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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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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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